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平康 平康好生活 我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您乖 讲到健康 生活中 这个很多台湾观众朋友会发现 日常生活 我们真的十一住行 遇到当中 确实随手可得 各式各样的器具 真的很方便 可是一个不小心 像我手上的这样的餐盒 或者是塑胶制品 或者是很多朋友妈妈梳妆台 或者是家里头的清洁剂当中 实际上可能存在各式各样 环境荷尔蒙 或者是对人体有伤害的 各式各样的毒素 那怎么样健康生活来排毒呢 待会这一集健康好生活 就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江守山医生 大家好 再是医生好朋友 陈兴门医生 大家好 再是中医好朋友 周围文医生 大家好 再是复健科的医生好朋友 侯中宝医生 大家好 再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安琪老师 嗨 大家好 再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温国志师傅 大家好 先问一下江医师 这个生活中有很多毒 其中一个医生常常提醒大家 小心的自来物是塑化剂 那像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很多餐具 或者外食的过程当中 外带的过程当中的这个食用的器具 是一个塑化的毒 再来生活中有很多塑胶制品 像这个家里头有小朋友的人 有的时候这个那种简单的卡通 地垫地毯 可能都是塑胶的毒 我自己的观察是 有的时候夏天我们穿的凉血拖鞋 也可能是塑化剂 对不对 对 它是金屁毒 然后脚底因为一直接触 所以为什么这个在台湾 某一些人身体内的塑化剂 或者环境荷尔蒙的含量是高的 那个毒素是高的 可能跟生活中各式各样的毒素 是有关的 没错 根据已经发表的研究 台湾的孕妇尿里面的塑化剂的浓度 应该是世界第一名 那台湾加富的灰尘里面的塑化剂含量 也是可能 也是世界第一名 那这样世界 什么都世界第一名的情况下 你就会看到它的结果 那台南有一个两岁的小孩子 他常常在家里 那个巧拼地板上爬来爬去 然后他妈妈 东东一给他测的时候 常常拿着这个塑胶盒 这现在甚至保鲜膜 就直接放微波炉 然后再加上说 因为是家里的掌上明珠 所以妈妈就喜欢把它打扮成小公主 就两岁有一天 她月季就来了 怎么可能 因为塑化剂它是一种 持激素的女士剂 所以它会一种类持激素 所以它认为它是一种环境荷蒙 那环境荷蒙刺激这个小女生 其实人其实很单纯 你只要给她环境荷蒙刺激 她就来月经 不管她几岁 那这个不是天下第一例 那个美国之前 大概六年前也有一例 就是美国的一个妈妈 她很自己爱化妆 也帮自己的女儿化妆 那美国的研究里面 他们使用的化妆品里面 75%含有相当量的塑化剂 结果这个女生也是一样 两岁就来月经 这个来月经是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一旦来月经 你如果不赶快把它矫正过来的话 它的骨构会闭合 以后这个小朋友就长那么高 两岁高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 过早的荷尔蒙刺激 女性荷尔蒙刺激 这个女生当然比较容易得到乳癌 卵巢癌等等的荷尔蒙相关的癌症 所以这个其实是不是一个很单纯的事情 那我们台湾 就是一次性的东西用得非常凶悍 那这个也是导致于说 为什么我们的环境中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毒物 那你看最出名的这个塑化剂 它出现在大家很难想象的 各种各样的东西里面 甚至于有一些麻烦口铁的罐头里面 一样有PE磷膜 这个塑胶磷膜里面 用来让铁罐不生锈的里面 一样含有一定量的塑化剂 那当然我们台湾是一个塑胶王国 那台湾的这个塑胶的添加物 大概30几类 核准的东西它上千样 所以很多东西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环境里面 第一个叫什么 双分A 双分A尤其小孩子的奶瓶 漂漂亮亮的 透光度很高的看起来这个东西 事实上 它即使买的时候没有双分A 你给它刷刷洗洗之后 它也渐渐地会释放很多的酸分A出来 那重金属其实 为什么会在日常生活中出现重金属 除了你吃的食物 种植的这个食物 它从土地里面吸收的之外 不要忘记这一点 比如说我们要做宝特瓶 它需要T做什么 做催化剂 所以宝特瓶里面就常常会有T这个金属 那更不要讲说我们的颜料 常常用到铁 因为铁是红色的 所以化妆品为什么有 对 拿小孩子的玩具 尤其是那个小孩子很多玩具 他拿在嘴巴里面咬 那其实看起来是蛮可怕的 那生活里面另外一种毒物 就是所谓的有机席类 那有机席类是台湾走私大陆的农药的大众 为什么 因为有机席台湾基本上不能用在农用 那问题是有机席它有一个特殊的用途 台湾农民很喜欢用 它可以用来对抗福寿罗 福寿罗那个坚强的不得了的这个东西 杀不死 杀不死的东西 它会怕所谓的这个有机席类 那有机席类你给它涂在船壳下面 那个藤壶一年就长不出来 你知道吗 所以你可以知道它毒性有多强 那你这个怕这个福寿罗到处长 你喷一次有机席之后 真的大半年就看不到福寿罗 可是问题是有机席类它其实很毒 它是不能做农药使用 是因为它的毒性太强 残余太久 可是因为方便使用 所以每一年常常可以逮到渔船从大陆走私 这个所谓的有机席这个农药到台湾来 就是本地台湾实地上禁用 对 那所以市面上买不到 但是走私就是暗黑市场 有人在暗黑交易 表示有人暗黑买暗黑用 对 因为这个东西坦白讲 对一看福寿罗真的是蛮好用的 好挫折 对啊 那再加上 你旁边那个孕妇一直聊天 就很担心对不对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很讨厌的问题 所有的燃烧都会产生大奥心 对 像焚化炉就产生一对的大奥心 车辆也会产生一些大奥心 那再加上说 这个像大奥心 跟多绿联本这种有机的绿 它的结构太强悍了 不导电 抗燃 什么都不耐酸耐减耐燃烧 所以你怎么破坏它 它也不会被细菌所谓的腐败 或者被酵素催化 所以我们人类做了几十亿磅的 这个多绿联本 到现在还在生态圈里面 到处打转 那讲这些都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生态 在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里面 其实到处充满很多有毒的东西 体现在几个方面 体现到第一个 人类越来越笨 最近的研究 大概前几天也有发表 就是连续三个研究都证实 人类的智商在退化 那第二个问题是体现在什么 体现在台湾的癌症越来越高 那体现在什么 体现在台湾的尿毒症 很多很多 在世界第一名 那尿毒症的病人 其实你看很多病人 其实不是尿毒症病人 我们很多长者 你去做超音波的时候 那个正常都长了 好多颗水泡 你知道吗 水泡怎么长出来了 所以其实我们虽然 看起来生活就是 每样东西都很好 可是事实上的 充满了很多的危机 不过话说回来 今天讲这件事情 不是要叫大家 怕得活不下去 很多人怕到一个程度 他就放弃了 什么都有毒 就什么都吃吧 不是 大家有个概念 读学的概念是 什么意思 就是说任何有毒的东西 你只要很小的量 你也不用怕它 对 可是你吃太多的量 你是铁打的身体 也会受不了 而且有些东西 你就能免则免 对 对不对 就像我刚刚讲的 餐饮的这个食器的话 能免则免 尽量降低 它对你的伤害 对 就像你一定要买便当 你说我不得已 我就外面要买便当 可是你至少可以把它倒到 池盘里面去加热 你不用把便当盒拿去加热 它一倍微波炉加热 它产生的束发剂含量 是冷的色的40倍 这个阳明大学 早就已经证实过了 所以我们要教大家的是说 你有很多方法 可以避免这个毒物 进入你的身体 虽然环境中有很多毒物 问一下陈医师 所以身体里头 其实有自然的代谢排泄的 排毒的功能 对 我先讲 这个算是我临床上 自己的一个发现 我其实临床上病人来 不管他是怎么样的病人 生活作息不正常 我第一件事情是请他 一定要喝体重的30倍的水 那尤其这个动作 我们在做减重的病人 我一定都会一开始要求他 那那时候我一开始是觉得说 这个 你喝水对身体一定是好的 你减重身体肌内一定要好 所以就每个人都喝水 还蛮有趣的 每一个病人 其实喝水之后 他会跟你讲一个状态 他自己会理解说 医生那是因为我喝水 就喝饱了 可是你看他体重下降了 会比较顺畅 那我印象最深的是 曾经有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80公斤 那这个是个小女生 他是高中准备要升大学 所以想让自己漂亮的脸来减重 那时候他就是跟我说 其实他吃的不多 我看他 我都会请他们拍饮食照片 他吃的比我还要少 可是就没有办法理解 你吃的这么少 为什么这个小女生这么胖 我问他好几次 你有没有骗我 他就说真的没有 那时候我就先跟他说 没关系 那我们同步先做一件事 就是喝水 那他就跟我讲说 不行不行 他一天都只喝500cc的水 他其实不太喜欢喝水的人 好说歹说说的大概三四周周 终于开始喝水 喝了2400 因为他80公斤嘛 你去乘以30 大概2400cc的水 所以奇怪哦 就这样喝水之后 两周后他就掉了两公斤 他那时候觉得很生气 就是说 我其实我饮食上 也没有特别的减少 我身体上也没有 怎么特别的改变 怎么会喝水 就有这么大的改变 其实那时候 我自己也很惊讶 我想说 哇 喝水好处还真多 之后再研究 肥胖跟环境荷尔蒙的关联性 我觉得有一点点找到 可能的原因 这边是我自己在一些 paper文献上整理出 我相信还有更多种 这几种 我们说环境荷尔蒙 是跟这个 青少年型的肥胖 是有一些关联性的 举例像是 我们最有名的叫双分A 但不是只有双分A 甚至其他种类的 也可能会有关 那我们细看 有什么东西会有 你看这几个东西里头 比如说我们讲的塑胶用品 那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大家都会有心理准备 家具里头的壁纸 壁砖 油漆 甚至小朋友的玩具 跟很多个人用品 包括化妆品 这些东西 全部的毒 可能都含有这种环境毒素 然后像我刚刚提到的 这些文献是在研究说 这些环境毒素 跟肥胖有没有关联性 好像有个关联 那为什么我刚刚会提到 喝水这件事情 这些环境毒素 其实大家就像 刚刚蒋医师提到 有一些毒素 其实不用太挫折 这些毒素很多 它的第一个 它的代谢半衰期 大概两周 所以如果你两周 完整没有暴露 你好好的把它代谢掉 是有机会代谢掉的 第二件事情 它是从 喝水可以把它代谢掉 一部分 所以呢 后来我自己就 这是我临床上的 一个想法 跟一个观察 就是说假设你不管你是肥胖 或是你觉得你减重 很不顺畅的人 你要想想看 除了我们讲的 吃的问题以外 可能你环境上 吃太多的毒素了 这时候你先把 该会影响身体的 这个肥胖问题的因子 给排掉 你很有可能 就可以顺畅的减重 那很简单的方法 第一个不要接触 第二个大量喝水 其实你就有机会 把一部分的 这个环境毒素 给排出身体里头 那接下 安琪老师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高纤排毒的好料理 老师今天要分享的是 橙汁鲜酥鲑鱼排 对 我们今天搭配了很多蔬菜 蔬菜就是纤维 所以可以排毒 那这边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要做鲑鱼排 我们先看看 老师你平常会怎么挑鲑鱼排 今天这个鲑鱼排 很明显这里有一块是鱼油 鱼油 对 那鱼油多一点 它会是好的脂肪 然后这个颜色要先红 就是亮一点 它有这个肉本身的亮度在 然后它的鱼肉很紧实 你看它没有什么裂痕 没有什么冻状 比较完整 对 那这个是我特别请鱼饭 像我们在东方市买菜 他们有的鱼饭就会切这种切片 做鱼排比较漂亮 好 那我们就撒一点盐 撒一点盐 待会要煎鱼排 所以稍微让它腌制入味 然后来一点胡椒 那我们今天做个水果的口味 现在虽然不是柳橙的季节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买得到香吉士 对 有进口的 因为香吉士放的时间比较长 好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切丁的香吉士 但是也有橙汁 橙汁还有一些柠檬汁 因为有的时候橙比较甜 所以我们放一点柠檬它的香气 而且让它开胃 那这边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要煎之前我们撒一点面粉 有点面粉会让它有一点香气 而且也比较干爽比较容易煎 对 然后有点香气 有点面粉的香气 所以腌料其实就是盐巴胡椒要先下去 对 盐巴胡椒 然后要入锅要煎它的时候 一般的面粉稍微把它开一点 现在研究发现酒作就是一种慢性的中毒 酒作的人 就是心脏病的几率比一般的人 大概是多两倍 当脑部不煎它 我们会从肠胃道去调整它 过动症的小朋友 忧郁症的人 肠胃道健康了 它的头发的问题就顺着改善 那我们不用放太多油 几滴就可以了 因为鲑鱼的油很多 好 那我们煎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煎这个鱼肉的这一面 因为拍了面粉了嘛 对 而且我们让它有胶痕 让我们上桌的时候是鱼皮的面朝下面 所以我们就只要让它有胶痕就可以了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来准备我们爆香的新香料是有这个大蒜 好 洋葱 蒜末 洋葱 然后红椒 黄椒 那洋菇 这就是我们增加它的香气 那今天这个柳橙 我两个柳橙 一个几支 一个呢我是把它切了丁 把那个磨稍微去掉一点 对 妈妈可能要比较功夫一点 就把它那个外面的硬的磨给它拿剪刀剪掉之后 把这个盛住的肉给它切丁 而且今天还准备一点柳檬汁 所以酸酸甜甜 这个是小朋友跟老人非常开胃的简单家常料理 对 那要宴客也非常好 对 现在就要翻面了 现在翻面 你看它的胶已经出来了 可是它那么厚一块 那当然不熟 我们待会要加水 把它闷一下 把它闷熟 所以我们镜头看一下侧边 侧边其实这中间的肉都看得出来 还没有熟 它的熟度已经到差不多三分之一 但是这个鱼要煎的时候 要稍微煎得久一点 因为它很厚 它比那种轮切的需要长时间 轮切的厚度没有这么厚 那我们这边煎鱼的同时 煎鱼皮的同时 我们就来给这个大蒜放下过来 爆香蒜末 蒜末跟洋葱 蒜末跟洋葱可以在锅边稍微爆香 利用它的油 利用它的油 对 那像这样的鱼排 其实要煎到它里头透 有的时候就需要一点时间了 对 那这个时候爆香的是洋葱跟蒜末 对 好 那我们这边有一些白葡萄酒 我们嗆一些白酒 嗆白酒 嗆白酒 因为西餐里面呢 它们对于海鲜类都是加白酒 所以我们嗆一点白酒 白酒加海鲜 对 那如果没有白酒 我暂时用米酒替代也可以 可以 但是风味会有差 会有差 因为从西式变中式 因为白酒的甜度好像比较高一点 对 好 我们来一点水 好 我们来加少量的水 先嗆了酒之后要加 加多少的水 我们大概加一杯左右 因为我们待会要这个汁做酱汁 对 我们先把它盖起来 我们把它稍微烧一下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点点要让它蒸煮的概念 让它那么厚的鱼肉里头可以熟 熟 对 那蒸煮它同时请教一下侯医师 很多人不知道 像很多上班族肩颈酸痛 实相也是毒素的累积 其实对西医来讲 其实我们现在研究发现 酒座就是一种慢性的动毒 那像我有一个同学的妈妈 她平常是上班族退休 大概六十几岁 那有一天 我同学就紧急打电话给我 说她妈仪式上被拉伤 她说什么 她拿一个西装外套 就是类似大概 就是大家有挂过 她帮先生挂西装外套 她挂的时候 然后上班就突然剧痛 因为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 她以为是拉伤 那我就请她来我的诊监 那我就帮她做详细的X光检查 发现她那个其实是那个 胸椎有压迫性骨折 所以其实很奇妙 你会不会太浮夸 拿着西装会有压迫性骨折 她就只是一公斤多 就是男生西装虽然比较重一点 但是其实也还好 她就这样手伸上去要挂 男生会不会太太虐张 他就这样跟我描述 他就四三挂 然后他就上背突然剧痛 然后帮她照X光 发现她的脊椎已经凹下去了 所以我就帮她诊断说 你这个其实是压迫性骨折 那我就再请她之后再去医院 做一些详细的这个骨质密度的检查 发现这个我同学妈妈 她有严重的骨质疏松 所以她脊椎啊 这个骨质密度 还有髋关节骨质密度都比较低了 那大概就是 就是她的已经严重到 需要规则的做一些打针的治疗 对那其实我想带一个观念 就是说 其实久坐不动就是慢性中毒 那之前这个WHO 就有一个这个类似的这种图 那告诉我们 久坐其实就会有一些 昏沉的大脑嘛 就是大家当然知道 那其实对肩颈啊 姿势啊 都是有些不好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肩颈就会比较僵硬 那心脏病的话 就是说 它统计是说 久坐的人 就是心脏病的几率 比一般人 大概是多两倍 那 持续弹性的脊椎 就跟我同学妈妈一样 就是会有一些骨质疏松 然后容易骨折的现象 所以蛮受损 就是容易有些 坐骨神经痛 腰痛的问题 空关节也是造成一些腰痛问题 那 腹部就会比较没有力 那脚部就是筋膜会有些失调 容易会有下肢筋膜紧绷 那 骨头的话就是会有一些骨质疏松 其实就是骨质比较容易流失啦 那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一天 其实 统计躺在床上的时间 是7.7个小时左右 那 坐着的时间其实是9点多小时 对上班族搞不好不止 对 所以我们坐的时间 其实比我们躺着的时间还要多了 还要长 对 那坐着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减低一些身体的代谢量 减少一些流汗 那 就是整个身体的代谢量都会降低 那其实对现代人而言就是一种慢性的中毒啦 所以久坐或者上班一族 真的是坐一段时间要起来动一动一下 对 所以我们都会建议 病人就是可以这样 大概每50分钟到一小时 可以起来走动5到10分钟 那有些 有些 有些病人更厉害 他去找一个可以升降的桌子 他说那我就站着办公就好啦 那其实就是要适度啦 也不是说全部站着就好 全部站着会有一些这个静脉曲张的问题 下肢浮重 所以我们要取其平衡 大概四五十分钟起来走一走 那可以起来站立个5到10分钟 对整体健康比较有帮忙 好那同一时间 安琪老师的这一个后切的这一块鱼块 也蒸熟了 对 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来加一点这个配料 好那像阳菇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我把它今天切一分一切四 它成丁状 对 然后另外像比较容易熟的我们这个 红田椒 红田椒也可以把它切小块 像这个柳橙汁呢 我们就稍微晚一点加入 因为柳橙汁它经过热烧之后呢 它的风味会丧失 对 所以我们到最后鱼都已经确定鱼熟了 我们最后来加我们的柳橙的这个丁 跟我们的柳橙汁 好那我们这里面还是需要加一点盐来调味 对 所以我们再加一点盐 可是老师刚刚裹那个面粉 其实刚刚那个酱汁 就有点浓稠 也有一点点浓稠 对 但现在加了柳橙之后 我们又有点不太浓稠了 对 所以我们就需要拿一点奶油来给它收汁 好 那个西沙里面的奶油 除了增加它的风味之外呢 它还可以有这个 有点奶香 浓稠 现在平衡一点是柳橙汁 柳橙汁 对 好 酸甜的风味自己可以斟酌 对 因为有时橙汁的甜度 不同食材是有落差的 对 最后我们把青花菜放下来 这个是烫过的 对 为了节省时间 所以把它烫过一下 好 然后最后我们就放下我们的奶油 好 最后再来一点点的奶油 让酱汁更cream 然后更浓稠一点 对 嗯 那奶油化了所有酱汁就好了 就差不多了 对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试吃哦 其实安喜老师这道菜 真的在 我们说排毒界的食物里头 其实它占了很多个元素在里头 我们先提这个十字花科的青菜 其实我们在很多排毒的料里头 都建议放一点十字花科的青菜 像我们里头花椰菜 它就是个很好的食材 另外其实柑橘类维他命C含量多 其实如果有些人在吃这道料理的时候 配一个那个犬骨类的米饭也很好 原因是因为里头有丰富的B群 跟很多膳食纤维 它可以帮助我们肠胃道做清肠的动作 再来主角 就是我们的鱼 其实鱼里头有很丰富的Omega-3 那Omega-3的鱼它对很多酱发炎是有好处的 所以它不单纯是只有对我们的清毒素有好处 它对我们身体很多器官其实都是相当好的一个东西 那我印象中我之前有一个这个妈妈 她带这个女儿来 那时候我真的也蛮惊讶的 这个妈妈是这样 她来她其实很慌张 原因是因为她收到了 她其实真的是收到老师的家庭临络布 她才知道女儿的事情大条 她妈妈很忙 所以妈妈其实没有注意到小女生的身体 老师写家庭临络布写说 这小女生国小二年级 写说小朋友在学校发现会驼背 仔细看小朋友好像胸部有发育了 请她赶快去买内衣 因为可能她会害羞或什么之类的 她妈妈才惊觉到 我以前印象中她自己的发育的年纪 可能是到国小六年级 甚至国一她才开始胸部发育 我女儿竟然国小二年级 她就长胸部了 一看她是已经B快要到C罩杯 也就是她是一个真的发育的胸部了 那其实你知道在我们 这个其实她就是属于一种性早熟 就是男生通常在9岁以上 通常才开始慢慢可能 会有一些性器官出现 女生要在8岁以上 才开始会有性器官出现 换言之你在国小三年级之前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呢任何的性器官 包括我们说的婴毛的生长 胸部的发育 男生猴结啦 甚至女生的月经 月经更可怕 她已经快要知道最后一线了 所以如果这些东西在这个年纪之前 可能都是有问题的 后来一直问问问问问 这个小朋友每一次来 她都有个特色 妈妈带她进来 她永远都拿了一杯饮料 我后来就先跟妈妈说 不管小朋友现在发育的状况怎么样 第一件事情 饮料可不可以先戒掉 2013年的时候 其实成功大学 他们就有做过一个相关的研究 台湾很流行喝手摇饮 尤其是透明的杯子 她就发现 长期在喝这种手摇饮的国小女生 她发生性早熟的几率 远高于没有在喝手摇饮的女孩子 所以呢 我就跟妈妈说 这个至少是第一步 疑问之下 她其实是从很小很小 从给阿公阿嬷带的时候 她就很习惯推一杯手摇饮给她 因为这个杯子晶莹剔透 她也没有想到她有什么毒素 可是当然这是其中一种可能因子 我们刚刚提到的各种加热的塑胶 什么也有可能 但是光这一杯饮料 你就可以知道 它可能就会产生 这个小朋友性早熟的问题 而且有些时候是 你已经太久了 你也不一定可以回得来 那再请教一下周医师 那现在还有一个麻烦是 生活作息的不正常 所以中医也要分享 实际上有几个穴位 你们的观察是可以增加人体的新陈代谢 对我们先讲安琪老师这道料理是很厉害 是刚才除了一个西梅医师说的 说它是一个抗发炎的十字花痕之外 安琪老师用了一个酸性的东西 它事实上你要知道中医来说 是说不通则痛 东西就很紧张在那边 其实酸的东西可以去揉筋疏肝 所以只要凡是酸性的食物 还有深绿色可以入肝的食物 都可以去揉筋疏肝 那我们现在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提出两个穴道给大家看 是我们觉得说既然早上 你早上有人毒素开始累积了 一早因为睡不好失眠 晚上因为上班上太久的时候 晚上睡不着 也睡不着 那个失眠睡不着 它也会累积毒素 那那时候没有办法知道 成枝鲜酥鲑鱼牌怎么办 一早上 对 我们就用一个叫网球的方法 台湾历年来的食安事件的主角 通通都是圣毒物 排毒过程中 其实正常常会受到伤害 你因为熬夜或压力以后 你额头上长了一堆痘痘都没有好 其实是你用脑过度 温室副这一道是非常好的 就是用健康时候来取代 发炎式的消炎 再让你皮肤又很漂亮 又不用来找医生 游网球师我们可以在腋下的地方 在腋下我们这个一窝动脉 它是一个非常容易集中在 你生气 愤怒 烦躁 工作压力大 比方摄影大哥举着一个摄影机 或者像温师傅 他拿着铲子或锅子的时候 他其实压力在哪里 在腋下的地方 他会从我们的一个斜方肌 到我们胸手乳徒肌 那边很痛 肩膀举不起来 很酸胀 不痛则痛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个 网球用力的夹在我们的腋下 这个叫急拳穴 利用它去做一个旋转 就刺激旋转 然后要让这颗球不要掉下来 也可以用挤的 又可以旋转 或者轻易按住它 让它旋转 其实如果说你在按它之后 你会发现说 其实它在侧腹 侧乳的地方 非常刺胀痛 因为这地方是我们乳腺集中 到非常刺激 还有神经区 那甚至像我们有些小女生 她的月经来的时候 这个精险暴怒 悲愁不堪 那个个性就大变 然后我只要摸她 她说不要摸我 不要碰我 那这种月经症候群 非常刺激的时候 你可以让她去疏干 离弃解育 这网球对腋下 还有对工作情绪放松 是很棒的 就是我们的腋下有一个穴道 集权穴 集权穴 集权穴非常好用 没有网球可以自己压下吗 对对对 拳头也可以 也很刺激的 那第二个是擀面棍法 是这个擀面棍 就是我自己非常得意 因为它很便宜 才几十块钱而已 这个是安琪老师在擀 那个水饺皮 披萨 北方面皮的擀面棍 它非常好用 它有弹性 因为有时候在做一个身体的穴道 经络按摩的时候 你不能用太硬 没有弹性 反而会受伤 然后经络会受伤 那有个叫大椎穴很特别 它是在颈部后面 它在第七节 我们用侯医师来做一个示范 颈部后面第七节 这个有个叫富贵包 富贵包绝对不是称赞你说你非常有钱 其实是笑你说你姿势不对 这边有一坨像乌龟背 那乌龟背不好听 我们叫富贵包 这地方会引起到一个是肩膀的一个不举 抬不起来 或颈部的酸痛 这有些人偏头痛 甚至就是情绪不加睡不好 我们可以用一个擀面棍 如果说是侯医师的老婆就可以用感冰部去帮 刺激轻轻的去帮她去做一个来回 现在很多按摩的那种棍子也是很像 或者有一些刮痧的按摩的器具也可以 那这刮痧过程中它只要是轻柔不要受伤就好 在第七节到我们的胸椎去做来回的巡压 这样子差不多一分钟就好 那你说如果 这样子也能舒缓这个肩颈的某一些经络 或者是肌肉或者是筋膜 对那如果说自己在家里没有人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用这个方法 其实你可以用这样子是左右的方法 现在在拉背吗 拉背伸展 左右的方法在我们的膀胱筋 到中间我们的前面是刃脉 后面刀脉 膀胱筋左右各一条 还有刀脉的地方 我们去左右寻按都还不错 但是为什么没有用洗美做示范 是孕妇不宜做刺激按摩 所以我们要避开孕妇或虚弱老人 会比较好一点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温师傅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排毒的好料理 今天要分享的是地瓜青子鲜虾堡 是的 所以准备的是地瓜切条 还有地瓜叶 所以青子地瓜 是是是 这个现在刚好都是产季这样子 好这个是台农56号还有57号 56号 好我们这边还有锅中加一点油 我们准备的除了地瓜跟地瓜叶 跟这个一点虾子之外 我们还有这个葱姜蒜的新香料 师傅先爆的这个是姜末 对因为它比较耐煮 蒜末 蒜末 好把这个新香料的这个香气把它炒出来 好这个香气煸出来之后 我们加一点这个葱 好 葱白跟葱绿一起下 煸到我们要的这个香味 然后我们把这个里面加一点这个樱花虾 好 师傅这个葱姜蒜稍微把它煸香之后 这个樱花虾在这里也可以跟着爆炒爆香 对我们把这个新香料的这个香气 要把它煸到我们要的这个金黄色 好这时候我们把这个香味炒出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樱花虾也跟着加下 好 所以其实刚刚那个姜末跟蒜末 有一点金黄焦香了 是是是 樱花虾下来之后 因为樱花虾表面会比较容易吃这个油 我们把它稍微爆香一下 然后跟着我们把这个地瓜的部分先加下 因为地瓜我们切成条状 对 所以它的这个组织里面比较容易 就是比较大一点 好我们要下来稍微煎一下 所以要有一点煎地瓜的概念 对对对 好让它在熟成的时候 不要待会一起跟其他食材在一起的时候 比较容易全部一起熟 好所以要煎到是表皮焦香这样子 对对对 那这个樱花虾在这边 地瓜的部分我们可以呈现出 这个跟樱花虾结合之后的这个鲜甜味 好 好那这个煎地瓜的同时 顺便问一下这个江医师 这个台湾洗肾率是全世界第一名 那肾脏如果海料料 好像身体的排毒功能也会大受影响 没错因为 其实身体最主要的排毒器官肺能单部的很少 它从像酒精它从呼吸道会跑出一点点出来 那最主要还是肝脏的解毒跟肾脏的排毒 那问题是说 肾脏是排毒 肝脏常常绑在一起功能一起作用 没错 因为很多毒素都甚至需要我们这两个器官 共同的作用才有办法把它排出去 举个例子像重金属就已经要靠肾脏了 像驴也是靠肾脏在排泄 问题是说台湾人的肾脏很悲惨的就是说 第一个 台湾历年来的食安事件的主角 通通都是肾毒物 我们刚刚讲过的塑化剂 什么毒淀粉里面的顺丁西二酸 什么有毒的豆干 那个当然是肝脏肾脏两个都毒 不过它也是肾毒物的一种 所以台湾的毒物超多的 然后我们的环境毒物 我开中民意就讲过 我们的塑化剂 就到处家里灰尘 到处使用 容器什么到处都是 那当然有一点丢脸的是 我们医生应该自己打屁股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三高控制成功率 跟近境国家事实上是有一些距离 那三高控制不好 当然到后面 症状就跟着就不行 所以这种种原因造成 台湾变成一个全世界尿毒症 最多的一个国家 那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要改善它 就像今天节目讲的一样 你第一个就是尽量 避免你肾脏的中毒 然后你要把你的三高要控制好 那你要喝足够多的水 让肾脏不要在排毒的时候 那么高的负担 你想想看 如果你喝2000cc的水 那你这个毒素就泡在2000cc裡面 它浓度就是这样子 可是你如果只喝500cc的水 这个毒泡在同样 这个500cc的水裡面 它浓度就是四倍 对 所以它基本上 喝水越少 腎脏的排毒 就一定会越困难 这一点是大概 没有人敢否认这一点 所以你要保护好你的肾脏 第一个 降低毒物的摄取 因为没打没气 不要吃那么多有毒的东西 不管对什么有毒 其实对你都不好 排毒过程中 其实肾脏常常会受到伤害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三聚氰胺好了 三聚氰胺出现在我们的 美难民的这个容器裡面 或者是以前的毒奶粉的症情裡面 三聚氰胺从肾脏排泄出来的时候 它在肾脏会制造什么 结石 那它排到膀胱的时候 会制造大动物的膀胱癌 至少在猫身上被证实过 所以即使一个毒可以排 也不见得可以没事情 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 曝露在这个毒下面 也是比较好 排 可以的为之 好 那同一时间 我们温宜师傅的地瓜 也煎得恰恰焦香 对 要煎到这样好 两面都上色这样子 然后你那个 刚刚的葱姜蒜 跟樱花虾的新香料 也要炒得干爽焦香 对对对 然后接着呢 我们把这个虾焦下 这个虾的部分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尖端去除掉 虚虚去掉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这个 背部的肠泥去除掉这样子 把肠泥去掉 然后也开背 是 虾子的部分呢 透过这个锅子的热油 然后呢我们把它稍微煎一下 煎到它整个虾身 呈现这样的这个红色 这个虾红素释放出来这样子 好 加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加我们的调味料 加下来之后 把虾子把它焖熟这样 好 我们调味其实很简单 还准备的是酱油 还有一点米酒 是 我们把它全部把它搅拌均匀 加点这个酱油 触一下这个锅 好 所以咸度的来源是酱油 酱油 但是刚刚那个辛香料 真的煎得很香 是 然后酒 酒 酒加下来之后呢 我们加一点点的糖 四分之一小匙的糖 好 好 我们加一点胡椒粉 好 我们嗆一点酱油跟米酒之后 再来一点胡椒粉 对 然后我们把这个辣椒切条的把它加下 哇 好香喔 对 这样拌匀 然后就不用加水 这样我们就盖上锅盖给它焖 焖它 所以这一个是简单的鲜虾煲 那最后才加地瓜叶 对 最后呢 我们这个焖好 焖大概两分钟左右 把地瓜跟虾子在同一时间熟成之后 最后再把这个地瓜叶放下 再煮一分钟就可以了 好 我们这样子 两分钟时间到 好香喔 对 汤汁也稍微收缩了 我们再把这个地瓜叶摆下这样就可以了 大量的地瓜叶 对 待会呢 这个最后下的这个地瓜叶 就是我们摆盘的时候 就摆在最上面这样子 哦 所以你有一点点要水蒸煮它 那你要用锅内其他的汤汁跟水汽 让它循环 是是是 因为这样子这个味道好 就比较浓缩一点 就是不用加水 就可以让整个这个青菜有味道这样子 好 焖一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你看这样子 哇 地瓜叶这样好翠绿喔 对 而且我们这样把它拌一拌 你看锅底这个味道啊 对 好 跟我们这个地瓜叶的这个 就可以完全融合 哇 哇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我必须要提一下 其实我们在吃食物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会说 我们肠胃都要顾得健康 吃益生菌对身体是好的 其实还有一个关键是 怎么养益生菌 就是食物的多样化 所以你看其实今天温 温师傅 他大概有实现这个原则 食物的多样化 把地瓜本人 跟地瓜叶本人 两个加在一起 把大虾子跟小虾子 全部加在一起 那再加上很多新香料 让这道食材 你在吃的时候 你同时吃进了非常多种的食物 那为什么会提到这个东西喔 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身体的肠胃道健康 对身体的很多器官 其实是健康 其中首当其冲 有一个是最近大家开始会去 真的临床上真的有 医生会这样治疗病人 就是当脑部不健康 我们会从肠胃道去调整它 我们其实有个很特别的名字 叫肠脑轴线 我们其实在这个节目上 提过很多次 在临床上真的有医生 会去做什么尝试 假设是过动症的小朋友 忧郁症的人 他在他的临床 在针对这些的药物治疗上 可能还没有到完美的时候 他会不妨再把他的肠胃道 去调整一下机能 发现有一些人确实 肠胃道健康了 他的头脑的问题 就顺着改善了 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我记得有一次 我有一个女性的病人 大概接近40岁 她来的时候 她花了十几分钟 在讲她的症状 那为什么会花十几分钟讲 也就是说她症状非常多 你可以这样去想象她 她说她其实很容易感冒 然后感冒的症状 喉咙痛什么 就很像一般症状 最难诊断就是不典型症状 她的身体有向感冒症状 肌肉酸痛 全身没力 听起来每个症状都很合逻辑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这样子怎么去检查 把内科问题检查完之后 我其实头脑中闪过一个 这个很特殊的症候群 这个症候群叫做垃圾桶症候群 就是你必须要先确定 它没有医疗上的 就是内科上的疾病 我们才能去诊断 叫做慢性疲劳症候群 它的症状有点像这个 那时候我正在困扰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应该要怎么处理它 他就顺便问我 说医生 我想问你 你有没有什么止蟹药 我就说那你为什么 我们不是在讲是 这个这些症状吗 怎么会突然有止蟹药 这个需求呢 他就说他觉得 他最近的那个肠皂症 好像又犯了 他说他常常会去 拉肚子跑厕所 我一听 这个人他的肠胃道 好像不太好 我想说既然 我们的慢性疲劳症候群 的问题 他其实还是需要 其他种的药物 我们不如先把肠胃道调整好 所以当时我给他的 几个处方 第一个当然就是 益生菌类型的东西 第二个我请他多吃 各式各样 我们就说五种 各种颜色的蔬果 我们叫彩虹蔬果 彩虹蔬菜的摄取 其实很很特别 他的症状就在吃完 各式各样的蔬菜之后 他自己就跟我说 他觉得他的精神状况 比较好 他的这个体力状况 比较好 那你说我这个 是我自己在讲的吗 没有 真的在国际上有一些 有一篇研究 他是一个就是 随机选样 也就是有一半的人 他是都被診断 慢性疲劳症候群 有一半的人 他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 就没有吃益生菌 没有调整肠味道 另一半的人 给他吃益生菌 他在过一段时间 最终发现临床上 因为慢性疲劳症候群 是靠症状来做 这个评估的 你的症状开始改善了 你体力开始变好了 比较不会有感冒症状 其实你代表 你的这个症候群 就越来越轻微 这两个族群 你去看他的 临床症状 很明确的慢性疲劳症候群的人 在吃益生菌的时候 他的症状大幅度减少 可是另一群人 可能就不动如山 统一这句话 而最快的一个方式 就是从食料做起 而食料就是要多养 多变性 其实你的肠味道 就可以吸收各种的养分 就可以产生多种的好菌 你身体就不容易产生疾病 而且中医的角度 有的时候皮肤的这个 漂亮与否 美观与否 都意味着身体到底有没有毒素 对 最近世足赛的关系 为我们带来非常多 女生的痘痘的患者 因为你要知道说 任何熬夜 压力吃东西太多 会造成皮肤的过敏 或是毛囊 或是过敏性 感染性的毛囊炎 那我们看到病人 每次在FB上 POGE 我们就是说 他都会一个蛋糕 几片火腿 起司 一个啤酒 或是洋芋片 他会不会是适足在 对 熬夜 对 这样子 然后在熬夜之后 你要知道中医说的一个事情 是外感六云和内伤七寝 就是你已经上班很累 到那边风寒暑 湿气 灶啊 火气 在这样你里面 就一直悲喜交加 他黄欢 其实你在一个皮肤上 内在脏腑 会有外在的表现 那我就觉得 温师傅这一道是非常好的 你看他又是有德国色 又有比利时色 又有挪威色 对 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每天都看到几点 他都有 而且他非常的健康 你要的一个淀粉 他的洋芋片 取代地瓜 地瓜调底 都是可以 你就可以不要用那么多的 不健康 刚才新闻说的发炎式的消夜 来取代一个 就是用健康时代 来取代发炎式的消夜 这样你的皮肤又很漂亮 又不用来找医生 那当然西医会说 其实痘痘长哪里都是一样 就是感染性毛囊炎 止漏性皮肤炎 就痘痘调啊 可是中医来说是 如果你长期没有好 在每个地方 是有不同的症状和 不同的表象 比方说你因为熬夜或压力以后 你额头上 长了一堆痘痘都没有好 其实是你用脑过度 然后白天劳心劳力 在家夜间的熬夜过度 我心气是弱的 心火是旺的 比方说你在颧骨的地方 你左边长痘痘 和右边长得不一样 左边是你肝火旺 比方说你少喝了水 或排便不正常 再加上右边是一个肺部 你的气管不好 咳嗽太久没有好 再长痘痘 右边是肺部不OK的 那鼻头上每次熬夜 就长一颗痘痘 是因为 因为你在看世俗赛的时候 你不喝水 不多喝水 让你的消化代谢精的 你长慢的话 鼻头会长个大痘痘 大鼎啊出来 那唇周方面就更是 如果你排便不顺 又没有吃刚才 青子地瓜地瓜条的话 其实你排便不顺 你再加熬夜 当然就会长在唇周部分 所以令人觉得 注意是其实下巴部分 如果你是月经不顺 比方月经早发 或是月经延迟 或月经的精血量 颜色血快多的话 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月经 和妇科要去调精 比较重要的指标之一的 那最后这个侯医师 也要出来分享一个 一分钟健康排毒操 那观众朋友 可以跟着侯医师一起做 大家手边有一些简单工具 就可以开始跟着做 好医师 你是拿两个 这个装满水的保特瓶嘛 这个大概600cc 大概500到600cc 那它主要用途 是增加我们运动强度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示范三个动作 好第一个动作 我们先示范深蹲加上二头机关局 我们可以这样做五下 侯医师你很厉害喔 就是 蹲很深 还好啦 因为主持人在后面打蹲 所以我们这个搭配上 这个两个水平 其实可以增加上半身活动量 对 那第二个运动是这个 这个 这个 Lounge 欸 嗯嗯嗯 这个叫9090吨 哦 对 那搭配双手往上举 对 其实就是弓箭步的意思 对 那我们大概都做个五下 那第三个动作是这个 深蹲搭配这个手举高 这个 哦 哇 好深 欸 侯医师有力量过 我觉得一般人可以不用弄这个 就很累了 不用拿那个水 侯医师你通常会做几个 这样子做一个钟头吗 像我这样就一分钟嘛 那你如果是初学者 其实已经会开始喘 对 那你可以先休息个三十秒到一分钟 嗯 那再开始做第二回合 嗯 那 其实像我在运动 我大概可以一次做个十回合左右 哇 中心不愿意休息 嗯 所以这个是需要练习的 好 那你大概做三大五回合身体就开始流汗 嗯 就是可以达到一个排毒的效果 这样子 好 谢谢侯医师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来分享 那健康好 像侯医师的同学 今天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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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